明朝皇帝为什么不让百姓杀猪呢 您知道吗 原来呀 发布这条奇葩政令的皇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诸后赵 明武宗诸后赵 在位16年 荒唐事呀 干了一堆又一堆 吃喝玩乐样样行 管理国家却不行 而他之所以颁布这条禁猪令的原因呢 也确实很荒唐 第一 因为明朝呀 是老猪家的天下 猪和猪同音 要避讳 第二呢 猪后赵呀 不仅仅呢 姓猪 还属猪 平常百姓啊 天天养猪 杀猪 吃猪 这摆明了呀 是在给我难堪吗 于是呢 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 这种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怎么能出现呢 统统取缔 为了给这件事呀 一个更完美的理由呢 猪后赵说了 吃猪肉呀 会长疮 对健康呢 不好 您老人家呀 是真有招呀 那在我们看来呢 猪后赵呀 不仅仅呢 是封建迷信 还真是很爱小题大做 值得一提的是 猪后赵呀 还真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 唐朝是李家的王朝 李和李呀 又同音 于是呢 就禁止人们吃鲤鱼 宋徽宗因为自己呀 属狗 就下令呢 禁止呀 杀狗 果然呀 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 稍微扯上一点关系就会变得高贵了许多 但是 没有过多久 很快呀 就有很多很多大臣呢 上书请求废除禁猪令 还一一把猪后赵列的那些禁猪的理由呀 反驳个彻底 大臣也是出于民生的考虑 禁猪令一发布 百姓呢 为了逃避责任都不敢吃猪肉了 那些养猪户呀 也将猪呢 全部建卖 还有将小猪全部掩埋 这是毁了多少百姓的谋身之路呢 一时间搞得是人心惶惶 风声鹤唳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时 大臣还提出来 猪作为祭祀中不可缺的肌肉 自古呀 就有如此 祖宗之法不可变 就这样 一场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闹剧 在全国反对声中呢 宣告了结束 猪号召 你可长点心吧 有心思呢 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 还不如在国家大事上多操点心 那么我是木子 关注我呀 每天给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历史故事 一个中国女人 让日本人又恨又怕 就在她去世的时候 日本人呀 才如释重负 可全世界却都在为之哀悼 她就是张春儒 1968年 祖籍南京的张春儒出生在了美国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她讲述日本在南京犯下的装装恶行 26岁那年 他在旧金山南湾的一个照片展中 无意中发现了许多日本在攻陷南京后施暴的老照片 那些杀戮的现场不加修饰的照片出现在她的眼前的时候 她震惊了 日本人犯下的这些啊 滔天罪行 不同于长辈口中的口述 血淋的杀戮照片呢 不经修饰 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 她意识到 父亲给她讲的那些故事呀 只是冰山一角 这样的滔天罪行 为什么在美国没人知道 与此同时呢 日本人还在不停的通过 篡改教科书来美化战争 显而所有人呀 都要忘记这段历史 不行 无论付出什么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那段南京的往事 第二年 她就和在美国的家人呀挥手告别了 真身踏上了长达三年的调查之路 三年间 她挨家挨户的走访 幸存者还以书面的形式采访那些在世的日本老兵 参阅了比山还高的历史文献 国内的 国外的 只要是有这段历史呢 她一个都不放过 这些资料看得她呀是浑身发抖 当时眼泪止不住的流 她下定了决心 无论付出什么 必须呢 要写下一本珍贵的南京史料 1997年的12月 在南京大屠杀60年这一年 张纯如出版了《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立刻掀起了整个西方的世界 不到一个月就登上了美国的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而张纯如却说 我不在乎这些书呀 能够赚不赚钱 赚多少钱 我只想让全世界都了解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 可日本那边却紧张起来 不光派人跟踪她 还在她的家里呀 安放了气听气 甚至呢 寄死猫 死狗 老鼠 当时呀 寄到他们家里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可恨的还用她刚刚出生的儿子 还尚在强暴之中来威胁她 长期的遗鬼遗神 张纯如的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终在36岁那一年引弹自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勿忘历史 勿忘张纯如的英雄故事 让我们为伟大的英雄点个赞吧 魏英洛的棺杆被打开的时候呀 把孙大麻子给吓了一跳 这女人呀 都死了几百年了 竟然呢 面容娇好 尸体不服 像个睡美人一样躺在棺材里面 给孙大麻子吓得看着金银珠宝呀 直眼红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928年 一个混混出身的军阀 孙电英带了一伙人来到了青东陵 把慈禧的墓炸开了 把地宫的金银珠宝呀 是抢劫一空 这老孙大麻子呢 就琢磨说了 这个老家伙死的时候呢 大清朝都没钱了 还有这么多的陪葬品 那其他的皇陵可能更有钱 于是呢 又去炸开了乾隆的帝宫 乾隆帝宫啊 一共是葬了六个人 这棺材呢 全部被打开之后 孙电英给美的呀 合不拢嘴了 这家伙简直发了大财了 宝贝呢 是数不胜数 可是有一个棺材里的女人呢 让孙大麻子有点害怕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女人呢 竟然面容娇好 尸体不服 猛一看 像个睡美人 这老孙呀 心里发毛呀 心想 都死了几百年了 她竟然没腐来 于是呢 急忙的把宝贝全部拉走 赶紧离开了乾隆皇帝的帝宫 结果慈禧跟乾隆陵 两座皇陵全被炸开 这事呀 就传到了溥仪的耳朵里面 溥仪气的是锤雄顿族呀 他们家的祖坟被炸了 搁谁谁都干疼 赶紧呢 让一些老臣来东陵这里 给他们收尸 结果老臣来到东陵之后 到了乾隆帝宫一看呀 那是背叛狼藉 遍地尸骨 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腐烂的女尸 经过研究发现 这人呀 居然是溥仪的太太太太奶奶 魏英洛 大家伙心里呀 就纳闷了 说溥仪这个太太太奶奶 死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跟别的奶奶不一样呀 然后呀 赶紧查查史料 在联合身体样貌特征呢 后来得到了结果 大家呀 那是大吃一惊 说这个不腐的女人呀 就是嘉庆的亲生母亲 魏英洛 都死了153年了 大家呀 很是惊奇 为什么不腐烂呢 后来进行啊 这个尸检才明白 因为呢 身体里面呀 充满了大量的剧毒 大家那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说这个女人是乾隆最爱的女人 为什么会被毒死呢 这事儿到底谁干的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尸体不是在死后做了防腐处理的话呀 那么呢 就是在他生前呀 是中毒而亡的 才会出现这种不服的现象 作为令妃这样的身份 恐怕除了乾隆皇帝 没有人敢给他下毒 但是经过历史学家的考验之后呀 发现乾隆皇帝呢 就根本没有毒死令妃的动机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 就是令妃呀 被自己给毒死的 那么令妃为何要毒死自己呢 木子呀 也查了很多很多资料呢 没有找到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不妨呀 在评论区评论吧 到底怎么回事 感谢大家的红心 还有关注